阿里亚一年7月28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天津会见来华访问的 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 王毅表示 中国是阿富汗最大邻国 始终尊重阿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内政 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 阿富汗属于阿富汗人民 阿富汗的前途命运应该掌握在阿富汗人民手中 美国和北约从阿仓促撤军 实际上标志着美对阿政策的失败 阿人民有了稳定和发展自己国家的重要机遇 王毅指出 阿塔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有望在阿和平和解和重建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希望阿塔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高举和谈旗帜 确立和平目标 树立正面形象 奉行包容政策 阿各派别各民族应团结一致 真正把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落到实处 推动阿和平和解进程尽早取得实质成果 自主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构架 巴拉达尔表示 阿塔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 阿塔认为阿富汗因同邻国和国际社会发展友好关系 阿塔希望中方更多参与阿和平重建进程 在未来阿重建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阿塔也将为营造适宜的投资环境做出自己的努力